伴随着流水迢迢再度热播 任嘉伦无疑也是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特别是依旧出众的古装造型和越发细腻纯熟的演技 更是让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古装男神 不过对于任嘉伦而言 自己的代播剧《无忧度》至今都没能迎来首播 显然是最大的遗憾 毕竟作为任嘉伦理论上拿到的第一部大制作 顶级班底作阵的剧集《无忧度》在剧本、制作 以及当时组建的阵容实力上都有着十足的爆款潜质 可以说是任嘉伦真正实现资源突破 并且有望将自身人气和热度再度拔高一个等级的关键剧集 但众所周知 因为女主宋祖儿此前深陷相关税务方面争议话题中 不仅让其陷入到了事业低谷 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了无忧度的播出前景 甚至于让剧集陷入到了播出无望的处境之中 让任嘉伦受到了无望之灾 好在进入到2024年下半年后 沉寂许久的宋祖儿接连传出了好消息 先是其工作室发文澄清相关税务问题 随后又辟谣了多个负面传闻 以至于让宋祖儿的处境直接逆转 不仅相关的口碑和舆论危机解除 而且还有了全面回归的希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忧度也就率先传出了要播出的消息 根据相关知情网友的爆料和播出平台的预热动作来看 在8月底就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的无忧度 预计将会在11月底迎来首播 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让不少网友直呼 任嘉伦的努力终于要有回报了 要知道 有着一线名导林玉芬 《轻力打造的无忧度》 是一部中式古装悬疑奇幻探案剧 整部剧围绕着男女主的成长 以及一起携手面对种种危机的故事来展开 讲述了神秘捉妖师轩页与人族少女伴下 在人和妖共存的世界中 共同经历齐情悬案的浪漫爱情故事 整部剧的探案元素浓厚 加上奇幻元素的点缀 以及爱情 友情等情感的冲撞 整体的剧情看点和精彩度无疑是非常的高 再还有着林玉芬对于作品的质量把控 《无忧度》显然是一部在制作方面具备了极强实力的作品 而且 除了任佳伦和宋祖儿外 《无忧度》中也还有着诸如宣言 哈尼克兹 刘若古 黑子 范帅奇 以及曹骏等一众老熟人参演 这里的每一位都有着不俗的实力 可以说是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 人气也是爆表的存在 因此 若《无忧度》真能顺利播出 以任佳伦现如今的抗拒能力 人气和热度 特别是在流水迢迢后 进一步提升的影响力下 剧集无疑会有着极其出色的播出前景 更何况 若宋祖儿能从此前的争议全身而退 以宋祖儿的国民度 还有在《无忧度》中美出新高度的古装造型 更是将进一步助力作品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届时 任佳伦再又收获一部火爆全网的代表作后 更是能再度迎来事业飞升 实现资源的彻底突破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谭松韵《逍遥未播鲜活》 赵丽颖客串很惊喜 古装剧又有天花板了 在一众带播的古装剧中 谭松韵 侯明浩主演 赵丽颖客串出演的古装仙侠剧《逍遥》 无疑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和热度 特别是不断有物料 被曝光 整部剧也是妥妥的未播鲜活的状态 作为一部有着仙魔背景的仙侠剧 《逍遥》以人族少女逍遥 和妖族大神红叶之间的交集与爱情为主线 讲述了逍遥意外角的妖界翻天覆地后 与红叶上演了一场从不打不相识 互相看不顺眼 到携手应对各种危机 最终合力化解三界危机的精彩故事 整部剧在徐继周的青力打造下 在置景 浮化道 动作戏呈现 特效 以及剧情节奏等各个方面 都有着非常高的质量 而出演女主的谭松韵 以及惊喜客串的赵丽颖 无疑是目前各自年龄圈中的佼佼者 前者谭松韵 有着非常甜美 出众的外形 演技也是《九龄花》中的佼佼者 在主演的归录 《请教我总监》等剧集中 谭松韵的表现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能在时隔多年后 再度出演古装剧 而且还是首部仙侠女主剧 谭松韵在逍遥中的表现惊艳无比 各种古装造型都美出了新高度 那种既有古风韵美 也有少女灵动的表现 俨然让人梦回当初的锦衣之下 后者赵丽颖的综合实力 更是非常的出色 在拿下了飞天奖后 赵丽颖已经是《八五花》中 率先完成转型的一位 不论是个人实力 又或者是个人影响力 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此番赵丽颖能客串出演《逍遥》 为谭松韵作嫁一 这无疑是一件让人十分惊喜的事情 原本就是古装女神的赵丽颖 显然也是将各个方面 有着十分耀眼的表现 给剧集带来更多不一样看点的同时 也将进一步助力剧集 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然了 除了谭松韵和赵丽颖外 逍遥的男主侯明浩 同样是时下最具人气的小生 长相帅气 演技扎实细腻 且有一定武术功底的侯明浩 在全面转战古装圈后 可谓是不断地给观众带来惊喜 此前在《花哨6》中的那一套太极拳法展示 更是让她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和喜爱 在《逍遥》里 在演大妖的侯明浩 在角色代入上十分的出色 各种暗黑风格装造 更是透露着浓厚的霸气感 与女主谭松韵的诸多同框画面中 相关的CP感充足 人族少女和大妖之间的情感纠葛 更是十分的好刻 《逍遥》虽然没有正式官宣杀青 和发布相关物料 但实际上整部剧已经在后期制作中了 按照目前仙侠剧的制作周期而言 剧集有望在年底进入到了被播的阶段 最有望首播的当期 则会是明年的暑期档前后 以逍遥的剧情和制作 特别是谭松韵 赵丽颖领衔的演员阵容 所带来的话题度 剧集显然有着非常出色的播出前景 甚至是有望成为仙侠剧中心的颜值天花板 掀起非常火热的追剧狂潮 给所有人带来惊喜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古月风华录》阵容曝光 李一彤在演仙侠女主 或将首搭王子齐 在一众带拍的古装剧集中 在此前已经官宣了 李一彤出演女主的《古月风华录》 关于男主花落谁家 剧集何时能开拍的问题 一直都是网友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 而经过了数轮的筹备和选角 《古月风华录》也是即将在11月恒店开机 并且男主也是基本确定 将由王子齐来出演 这无疑是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 根据高人气同名漫画改编的《古月风华录》 是一部以月里为切入点的古装仙侠剧 整部剧围绕着最强乐师女主 月泱泱的成长为主线 讲述了其在落魄时 与卧底乐灵少艺意外结实 并上演了一出相爱相杀的精彩故事 该剧虽然与过往仙侠剧 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设定 但从根本上而言依旧是一部以仙侠爱情为主的作品 男女主爱情的成长过程中 伴随着各种探案和冒险的故事 使得整部剧的看点和精彩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古月风华录》原定的导演是何树培 但从目前豆瓣上的标注来看 则是临时换成了赵一龙 同样是业界知名导演的赵一龙 对于古装仙侠剧也有着丰富的指导经验 有她的亲力打造 剧集的质量也会有着非常高的水准 已经确定出演女主的李一彤 是《九龄花》中的佼佼者 既有着甜美出众的颜值 也有着可圈可点的演技 更是公认的古装美女 在过往主演的《九霄寒夜暖剑王朝》等古偶剧中 李一彤都是颜值演技双双出圈 具备了非常强的综合实力 特别是在《狂飙过后》 李一彤更是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业界认可度 抗拒能力也是有着明显提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一彤此番能成为古月风华路的女主 不仅在古装造型上会继续美出天际 而且在更强的演技支撑下 对于角色的表达和诠释也会更加出色 而在近日曝光的男主王子齐 则同样是新生代男演员中 非常有实力的一位 长相帅气 演技扎实 细腻的王子齐 在主演的《冰雪尖刀莲》 《雪迷宫》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也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喜爱 虽然王子齐过往出演的古装剧不多 但以王子齐的颜值底子 在合适的装造下 整体的古装造型颜值依旧是非常的出色 再加上自身演技实力的提高 由他来出演《古月风华路》的男主 无疑是让人惊喜的事情 并且 回归到他和李一彤的组合上 两人显然也是在颜值 演技和人气等各个方面 都有着非常不错的匹配度 同框画面里的CP感 也是可以预想到的出色 两人的强强联手下 将带给剧集最为出色的竞争力 当然了 在剧集正式官宣前 一切仍有着诸多变数 但若真是李一彤与王子齐来出演该剧 以剧情充足的看点 再加上赵一龙的指导 那整部剧所具备的实力和竞争力 无疑是非常出色的 特别是李一彤和王子齐的抗剧能力 更是将有望助力剧集 成为又一部火爆全网的古装佳作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